我真的很替这个狗子的主人操心 让这个狗子看家护院 我估计东西被别人偷完了他都不知道 早上起来我就发现这个狗子在厨房里面偷东西吃 看到我之后他特别激动 于是我就给他弄了一点吃的 吃饱之后就躺在外面晒太阳 有人从这里路过的时候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说让这个狗子看家护院 我觉得难度挺大的 过两天就给别人送回去了 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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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领盒饭呢 起来 走带你出去玩 走 快过来 出来玩他还挺积极的 生怕我丢了 一直在后面追我 哎 哎 不要咬我啊 说了让你不要咬我 你听不到吗 嗯 这狗子有一个特点 你不能跟他疯 一跟他疯 他就特别开心 你们看一下 你还想咬我 这牙齿还挺长的 这狗子好的不学 从小就开始咬人 你还想咬我是吧 走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 我平时闲的时候就喜欢来这种地方玩耍 这种户外的话给人的感觉特别舒服 这个是茶叶 这个季节正是采茶的时候 我平时也挺喜欢喝茶的 走吧 有人知道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吗 叫的挺好听的 你嘴里面是什么 这小伙子 一根竹笋 你知道我缺菜是吧 这狗子太可爱了 在这一片竹林里面 给我弄了一根野生的竹笋过来了 这个地方的野生竹笋特别多 看一下 这里 就有好几颗 炒菜煲汤都特别香 不过这是野生的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有啊 反正我们这里特别多 今天这天气太热了 这狗子都快顶不住了 终于安静了一会儿 这狗子在家里面和在外面 完全是两个状态 这小伙子可能是太渴了 自己在水沟里面喝水 水里面好多小蝌蚪 我刚刚还看到有一群鱼 有时间过来抓一点 第一次带这狗子出来的时候 就掉到这个沟里面去了 今天再试一下 又掉下去了 一点成长都没有 这狗子 起来吧 天太热了 把狗子带回去 这小子回来之后又开始睡觉了 顺便说一下 明天或者后天 就把这狗子给别人送过去的 希望你回家之后好好开门 不要把东西丢了 好就这样 你睡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